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高配版本车型来说也是冰箱踩电沙发一应俱全 但毕竟是更换成了PHEV的动力形式 所以还有更多的体验和观点 我想在今天的动态试驾环节和各位分享 所以闲言少叙我们直接上车吧 那我们都知道这台插电混动版本的别克G18 它的整套动力系统的组成 是有一台1.5T的混动专用发动机 加上P1 P3布局的电机 匹配两档DHT混动专用变速器 同时它的电视组的容量是24.4千瓦时 能够驱使这台车获得一个 差不多108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 那整套动力系统它的综合最大功率 是接近400马力 峰值扭矩580牛米 其实这套动力总成 它在今天的试驾过程当中带给我的动力体验 两个词就足以概括 首先是饱满 然后就是顺滑 那之所以没有用到强劲这样的词 是因为市面上确实也有一些 使用到双电机四驱动力形式的新能源MPV 能够把0百加速时间做到5点多秒 比如说之前我所试驾过的理想Mega 但其实这台插电混动的G18 它官宣7.8秒的0百加速成绩 也真的是不慢了 也就只比国产的高尔夫GTI 慢了个0.6 和比亚迪的腾式D9是处在相同水平线的 而且也正是因为PHEV这样的动力形式 所以无论你使用纯电优先 还是智能电混的驱动模式 这台车它的整套动力系统 都会倾向于让电动机去承担 动力输出的主要工作 所以整台车它的动力表现 就是类似于纯电车型那种 动力响应很积极 同时扭矩释放 也真的很充分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 至少在城市的交通环境里 真的还是很有电车感的 而且我觉得电车感这三个字 其实不仅仅是对于这台车 这套动力系统 在动力表现上的一个恰如其分的形容 它还包含了更多层面的内容 比如说车厢静密性 要知道这台插电混动版的G18 要比燃油时代的G18 以及别克世纪 在NVH表现方面都要好了太多太多 尤其是之前我试驾过的 别克世纪的四座顶配的车型 它的电视幕墙一前一后 在动态行驶状态下真的是两个世界 而今天这台插电混动版的G18 在现在我处在一个 8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状态下 我觉得我能够感知到的 更多是车外的风噪 其实对于它的路噪 以及发动机的噪音 我感知并不是特别的清晰 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 就是目前我的电池组 还有足够的电量 那其实之前在通用的广德式车厂 我也是分别体验过 别克G18插电混动版 它的满电状态的车型 和亏电状态的车型 应该说两台车在加速体验上 最大的差异 还是在起步加速 以及中低速的车速状态下 亏电状态下的车型 显然是不如满电状态下的车型 来得那么充实 但其实在中后段 巡航状态下 两台车都能够带给你足够的 动力输出的持续性 而NH表现方面 确实在亏电状态下 因为它的内燃机会频繁的介入工作 所以车厢静密性 相比于电量充足状态下 也会有一点点落差 但还是那句话 相比于之前燃油时代的别克G18 这台插电混动版 它的NH表现 还是明显提升了一个level 而且还想再次强调的 就是这套动力系统 它在中后段的动力输出的持续性 无论是今天的高速路段 还是那天在广德市场场的高环上 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10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车速状态下 它还能够带给我这种 源源不断的动力输出 然后今天整体体验下来 我觉得整台车开上去 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大车感 虽然这台G18 它的尺寸级别还是客观摆在那的 车长超过了5米 轴距是3米多 但是整台车在驾驶操控的感受方面 更多还是展现出了 它灵活跟好开的一面 包括它的方向盘 转向手感是相当的紧致 即便是在低速行驶状态下 也并不是那种轻飘飘的感觉 这个部分的体验 真的要比脚下的两个踏板 那种松松垮垮的质感 要好了很多 我觉得如果要提升整台车的 驾驶操控的质感 也应该让它的加速踏板 和刹车踏板的脚感 变得更加紧致一点 然后它的方向盘 根据你的车速和转向角度 也会适当地去调整转向阻尼 在保持一个好的灵活性的基础上 能够稍微提升一点点 你的驾驶操控的从容感 同时这台车的底盘调校的风格 我觉得是相当的均衡 虽然现在市面上非常多的新能源MPV 在底盘部分的软件硬件 都表现得非常卷 而这台插电混动版的G18 它在底盘部分的硬件基础 还是前麦夫逊 后端链杆式的斯伦独立悬架 也还是维持着钢制螺旋弹簧 加上液压减震器的组合 但是整台车在底盘部分 所展现出来的行驶质感 真的是完全不输给那些 拥有高科技的新能源MPV 它对于路面上细碎颠波震动的处理 是相当的轻柔 同时我也充分体验过 这台车在不同颠波路况条件下 它的底盘对于震动的处理能力 就是干净 这台车对于路面上 大大小小颠波震动的处理 完全没有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 而且你也完全不用担心 这样干脆的底盘 会影响到后排的乘坐舒适性 它在吸收和过滤震动的过程当中 还是充分展现出了 那种高级感跟厚重感 我觉得这才是一台商务MPV 所应该展现出来的底盘素质 在不同的车速和路况条件下 这副底盘都能够展现出 足够的舒适性和动态稳定性 既能够让驾驶员开起来感觉从容 同时也能让后排的老板乘客 坐上去安心 那如果对比之前我所试驾过的一些 开上去都会感觉有点晕车的MPV 我可能会更加倾向于这台 整体表现更均衡的GL8 PHEV 那如果落实到选买的话题上 面对现在势头正盛的腾式D9DMI 还有蓝图梦想家 这台GL8的PHEV 确实是一种姗姗来迟的感觉 而且它单电机前驱的动力形式 还有有限的纯电续航里程 相对于竞争对手 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差距 但我觉得以上两点 并不会成为人们拒绝这台车的理由 而且通过我今天简单的试驾体验 我觉得整台车表现还是相当的均衡 如果用木桶效应来形容的话 它应该是没有明显的短板 通过今天简单的试驾体验 我也确实没能在这台车的动态表现方面 挑出明显的硬伤 所以这台GL8的PHEV 它的日后销量表现 能否逐渐追赶 甚至反超腾式D9DMI呢 我觉得这个答案还是要交给市场去回答 但是通过今天的试驾体验 我依然会坚持认为 PHEV这样的动力形式 会是商务MPV的最优解 因为它不仅能够利用好 自己有限的纯电续航里程 去满足日常的城市通行 同时在乘机之间的 长途行驶的过程当中 也完全不会有里程焦虑 所以你们对于这台别克GL8的PHEV版本车型 日后的销量业绩 会有怎样的预期呢 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吧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期抢先试驾的全部内容 更多真实专业的汽车内容 高效的选车服务 尽在动车底 该说不说啊 在亏电状态下 除了能够更明显的从声音上 感知到内燃机的工作状态之外 其实它的振动感 也开始传递到了我的方向盘上 所以我觉得PHEV版本的GL8 在内燃机的工作状态方面 无论是声音 还有振动的部分 其实还是有优化空间的